就想我們來關心的 確實在今天凌晨2點的時候 銀杏颱風生成了 那它現在其實是個輕度颱風 它是在台灣 離俄倫比東南方 有1900多公里遠 其實是真的還滿遠的 但它也走得快 它現在時速30公里 持續往西北的方向來前進 那大家都很關心說 到底會不會來 怎麼會連續兩個星期 都有颱風呢 但是要告訴大家 這個銀杏可能它真的是老了 得吃銀杏 因為在星期四的時候 它開始不知道該怎麼走了 因為最主要來說 就是因為它屬要是受到 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但是在星期三過後 它的太平洋高壓的 這個引導氣流 其實就變得不是這麼的明顯了 所以它缺乏了導引氣流之後 走得就會很慢 就會變成是歸速在走 所以在星期三過後 可以發現它移動的速度 其實很緩慢 走的路程也相當的短 所以接下來就是要看 它到底是會北轉呢 還是會持續的往西來前進 所以我們要透過 風場的模式預測圖來看 會更加的清楚 其實它在今天來說 都走得很快 但是在星期四過後 你可以看到 在星期四 星期五星期六 它其實走得非常的慢 就在這個地方 持續的在徘徊 在台灣來說 就會變成是吹東北風 所以對台灣來說 這個星期都是受到了東北風的影響 今天是東北季風 但是星期四 星期五的時候 隨著它往西的過程 那麼台灣也會持續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這個模式 目前我們是用歐洲的模式來看 其實不管是歐洲 或者是美國 預測來說 他們的電腦算出來的模式 都是會從這個巴士海峽的南端 這樣子通過 但是就是要看它實際 到底會不會夠到台灣的陸地 有可能嗎 我們從各國路徑來看 其實會更加清楚 因為它其實現在 暴風圈半徑80公里 那它靠近台灣的時候 它還會是一個輕度颱風 但是強度是在輕度颱風的上限 不過我們就要來看 其實它的暴風圈 儘管到了台灣附近之後 都還不是非常的廣 所以如果以目前 包含了中央氣象署 還有韓國 日本 香港的 這一段預測的模式 路徑來看的話 其實它就是會從這個巴士海峽 還有菲律賓的中間來通過 所以如果說真的是 以這個路徑來通過的話 它的暴風圈 其實要夠到海景的範圍 都還是有那麼一點點勉強 不過我們也說了 其實因為它這個是秋天的颱風 所以路徑還是會很多遍 會不會很詭證呢 其實都不知道 所以真的還是要每天 我們要持續的關注 這個颱風的最新動態 所以我們要回顧一下 今天這一週來說 來告訴大家總結一下 其實這一週來說 在星期一到星期四 都是受到了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在北部降溫還蠻有感的 降雨也都會是在宜蘭地區 還有整個北海 不排除是會有局部大雨現象 在星期五星期六的時候 就會是因為有北方的涼空氣 再加上就是銀信所帶來的東北風 所以同樣的在北部地區的溫度會稍稍的降 而且降雨部分還是會維持在北東地區 趕快透過各國模式帶你來看看了 其實以目前它的路徑來說的話呢 在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的時候 都是在台灣的東南方的海域在這邊徘徊 在這邊歸宿行駛 但是我們來看到如果以模式來看的話呢 也確實喔這兩天來說呢 走的都還蠻快的 一樣呢就是在這個地方開始有出現分歧了 最主要就是因為它現在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引導 但是啊在星期四過後 引導氣流就變弱了 所以呢它才會變成是歸宿 那我們來看到以目前模式來看的話 就是電腦計算來看的話 美國海軍呢是會北轉離台灣而遠去 但是如果是以其他的國家 美國還有歐洲的模式來看的話呢 它是會通過巴士海峽 就在這個台灣還有菲律賓之間 但是之後就要看到底是偏北還是偏南 不過它靠近台灣的時候呢 是在輕度颱風的上限 那目前看起來如果以預金來說的話 應該是會發布海上颱風的警報 但是都還是要再觀察 星期三會是關鍵 我們從大範圍的衛星域 要帶你來看到 這個銀線颱風其實真的是還蠻小的 暴風圈是只有80公里 那台灣目前來說的話呢 就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我們要來告訴大家 這個星期的天氣狀況啊 其實是很有秋天的感覺的 因為在今天來說呢 降雨的部分就是在北東地區 這個星期的天氣呢 像是在星期一到星期四 都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那所以呢我們就是要看到 在星期一到星期四的時候啊 降雨的範圍呢都是在北東地區 那尤其就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那另外溫度方面的話呢 就是要提醒大家北部是19度 那中部20度 那在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 低溫是21度 那另外呢北部地區則是要注意到 基隆還有北海岸啦 還有宜蘭地區局部會雨大 那另外星期五星期六的時候呢 則是因為東北季風雖然減弱了 但是啊最主要臺灣 這個臺灣的東南方的海域呢 就有這個颱風 颱風是你時真的旋轉 所以樓在臺灣就會轉去東北風 北方又有個涼空氣下來 所以在北部的低溫同樣19度 中南部地區也是19到20度 東半部地區20度 那提醒到的也是一樣 北部地區呢是會有大雨的現象 那另外就是要提醒到 其實啊颱風 因為是秋天的颱風 路徑變動還是很大 我們都會密切的關注 好那另外出門前 有一些小叮叮要告訴大家 就是今天來說受到 東北季風的影響 北東容易下雨 記得出門要戴傘 也要戴件外套 好那另外呢 就是基隆還有宜蘭呢 容易會有大雨的情況 行車上要注意安全 最後要提醒大家囉 南部地區可能感受上 沒有這麼明顯 沒有這麼的涼 但是北部地區 確實有涼寓液了 所以呢 南來北往 要特別注意溫差囉 各位大家早安啊 今天星期一了 很多人可能想說 心想要有點不好 而且呢也關心到了 是不是又有颱風呢 確實啊 現在海面上又多了一個颱風 但是呢到底會不會來 其實都還要再觀察的 好我們趕快先來看看 現在木頭外島的幾次影像 就是在台北的貓空 來眺望台北 目前看起來呢 天氣狀況都滿好的 不過要提醒囉 我們已經開始受到了 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呢 其實啊 陸陸續續的 就會開始感受到下雨 還有呢 氣溫也會跟著降溫 那今天幾月幾號呢 來關心到今天呢 是11月4號呢 是星期一 那目前呢 我們要告訴大家 外頭的溫度 台北呢 是24度 好但是很多人都在關心的 就是颱風到底會不會來啊 就是22號的颱風陰性 我們來看到目前的位置呢 其實離我們真的還滿遠的 是在俄嵐比的 這個東南方 1920公里 持續的在往西北的方向來前進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 它到底會不會影響到台灣呢 其實現在各國模式都不太一樣 因為各國模式看起來呢 好 我們先從路徑來說 因為路徑是比較準確一點的 以路徑來說往西北的方向 那之後呢 可以看到呢 在7號 8號 9號的時候 可以很明顯發現 它的速度變慢了 因為最主要它前面呢 會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引導 所以走的都還滿快的 來看到它現在時速呢 是有30公里喔 但為什麼在7號這一天 也就是在星期四過後 整個速度會慢下來呢 最主要大家就是在看 太平洋高壓到底會不會東退 如果太平洋高壓東退的話 那它有可能呢 就會在這個地方就北轉了 但是如果呢 它要是沒有東退呢 因為其實最主要是發現 它之後還會有一個 北方的朝鮮 如果說它之後呢 還是持續的 它是有被這個朝鮮引導的話 就會北轉 如果沒有的話 它有可能就會再持續的 往西來前進 所以到時候如果呢 它是以這個巴士海峽 還有菲律賓直接通過的話 那我們就要看 它到底是離菲律賓近一點 還是離我們台灣近一點 那有可能就會發布 海上颱風警報 所以到底什麼時候 它的路徑才會比較明朗呢 預計要到星期三過後的時候 它的這個路徑呢 才會更加的明顯 因為目前看起來啊 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的速度 是真的相當的慢 所以現在就要看太平洋的高壓 還有呢就是這個北方的朝鮮 到底會不會引導它 那才是它影響它路徑的關鍵 所以星期三過後才會明朗 所以我們還是來趕快 關心一下最近的天氣 好 那但是呢 我們要看到各國模式 要提醒大家了 剛剛有提到了 各國模式到底是怎麼走的呢 其實目前來說呢 剛好提到的大波呢 都是從這個台灣 還有菲律賓之間來走 那只有在美國的海軍的部分呢 它是會在靠近台灣之後呢 就北轉遠離台灣 但是我們又要提醒大家了 其實啊星期三過後才會明朗 因為這些都是模式 模式都是電腦算的 再加上未來的天氣狀況 其實都還是有變化 所以在星期三過後呢 這個它的路徑就會更加明顯 就會知道影響台灣的程度 會是如何冷 好 那目前的天氣狀況 我們趕快來關心到 剛剛提到了台北是24度 那其他地區呢 在中部地區24度 南部地區23度 東半部地區22度 外島地區連江20度 金門19度 澎湖24度 那我們要從外星園 帶你們來看看了 其實目前來說 台灣受到這什麼影響呢 受到的就是東北季風的影響 那預計來說呢 這個東北季風啊 明天開始水氣才會增加 目前來說啊 水氣其實都滿少的 只有在北部地區 但是呢 這個降雨其實也不多 水氣並不多 但是明天呢 北部開始啊 整個水氣 降雨的情況就會更加的明顯 而且預計啊 這一波的降溫 北部是會到20度以下的 溫度大約整天呢 就是19到25度 那這樣子的天氣狀況 會一路的影響到星期五 那不過呢 其實這個星期五的颱風啊 也是跟颱風有關的喔 那我們來看到這個 就是第二次 然後颱風引醒 它其實會是一個 比較小的颱風 所以它經過台灣的時候呢 大約就是在星期四過後 開始會比較靠近台灣嘛 那因為靠近台灣之後呢 我們星期二到星期四是受到 東北極風的影響 那星期五呢 就是因為它來到了台灣的附近 它來到了台灣的東南方之後呢 現在台灣就會吹的是 這個東北風 所以一旦它靠近的時候 台灣有東北風的關係 所以天氣狀況 也才會跟著是比較涼冷一些 所以從今天開始到星期四 受到東北極風的影響 但是在星期五的低溫呢 則是因為受到了 隱形颱風的影響 好 那今天的仗雨狀況是如何 我們一起來關心 今天在上半天的仗雨狀況呢 大部分都還是以東北角為主 因為最主要就是東北極風的關係 那晚間的時候呢 水氣就會更加的明顯了 尤其也都還是集中在 這個東北角地區 尤其就是在宜蘭 還有在新北市跟基隆的 北海岸地區 所以要提醒囉 今天下半天的時候水氣會增加 下半的時候記得要帶傘 好 那另外天天氣圖 我們要提醒您了 今天來說開始進入到東北極風的影響 但是明天的氣溫才會開始有明顯的感受 明天的北部地區呢 溫度大約低溫就是19度 高溫其實也不高 大概在25度上下 那有很多人在問啦 現在還會再回暖嗎 其實要說回暖嗎 因為我們已經在秋天的最尾聲了 我們在12月的時候 就要進入到冬天的天氣形態 所以在11月來說呢 其實大部分都可以準備 保外套在身邊了 在中午的時候呢就可以放著不用穿 但是在早晚的時候 其實溫差就會比較大 感受上來說就會比較涼冷一些 所以出門的時候呢 是可以戴個薄外套在身邊的 好 那另外要提醒囉 因為吹東風的關係 所以吹東風啊 北部台北它是盆地 所以就會有盆地效應 在今天台北的風是會比較大的 要特別注意 那另外要特別提醒到 明天會有這個路上強風特報 明天呢就是因為東北極風的關係 所以其實會有這個在桃園地區 還有在雲林地區 桃園到雲林這一段呢 它是會有這個8到10級的強震風 所以要特別提醒到 明天呢強風也是會影響到這整個區塊 好 那所以今天的高溫 我們要告訴大家 今天的高溫啊 在北部地區25到27度 中部地區27到30度 南部地區30度 在東半部地區26到29度 外島地區馬祖23度 金門27度 澎湖26度 最後出門前有些小叮叮要告訴大家 今天呢在北部地區 還有東南部地區是容易下雨 因為東北季風的關係 記得呢出門要記得戴傘 還有早晚溫差比較大 記得要穿件外套 那另外就是在基隆 還有在宜蘭的部分 雨是會比較大 另外還有新北市的山區 同樣呢也是會有局部大雨 所以行車方面呢 要記得注意安全 最後則是要提醒大家 在南部地區呢 感覺啊今天比較不受影響 因為呢都還是夜洋高照的 好像沒有降溫的感覺 但是在北部地區呢 就真的明顯轉涼了 所以如果有難來北往的話 記得呢還是要注意 洋蔥式的穿搭 因為其實目前來說 也不是要下那家啦 開開玩笑 我們來看到現在呢 這個是銀杏颱風的位子 它現在時速蠻快的 其實它現在時速呢 是27轉30公里 持續往西北的方向來前進 但是為什麼說呢 它其實還蠻不確定的 也會在台灣的附近呢 有點說啊 是滯流的狀況呢 因為我們來看到 它前面呢都走蠻快的 像是24小時呢 就這樣子 但是呢 接下來你就可以發現 整個線條呢 好像看起來 它走的速度就明顯變慢囉 每一個間隔都變小了 代表它在這個24小時之間呢 它走的速度呢 就比較慢一點 走的距離比較少一點 好那最主要呢 因為颱風主要是受到 太平洋高壓的引導 所以它因為現在呢 引導氣流很明顯 所以走的很快 但是在星期四過後呢 它其實就是引導氣流呢 比較不明顯一些 所以就會走的比較慢 那因為呢 太平洋高壓呢 它其實現在濕力非常的廣 但是就要看星期四當天 這太平洋濕力會不會東退 如果東退的明顯的話 再加上其實到時候 北方有一個曹線 有可能也會引導到 這個銀杏颱風 就這樣子直接北轉了 但是如果太平洋高壓 東退並不明顯 北方的曹線呢 其實目前看起來 也不會到太南端 就比較難會去影響到 這個銀杏颱風 那如果呢 是這個第二條路線的話 就代表說它就是會從 巴士海峽 還有菲律賓的中間這樣子通過 但是就要看它通過的程度 到底是偏北還是偏南 那如果看起來呢 如果以目前這條模式來看的話 有可能就會發布的是 海上颱風警報 等於這個目前來說 有plan A跟plan B啦 如果是A的話呢 它就是有可能就直接北轉了 那如果是B的話呢 它就是通過這個巴士海峽 但是目前看起來呢 美國還有歐洲的模式呢 都還是這個B 第二條路線呢 是比較多的 但是我們都說了 因為這個是模式嘛 所以都還是要再看 尤其這個路徑呢 恐怕是要等到星期三過後呢 才會比較的明朗